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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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天 会带我们去谋筑探险玩吗 对呀 去不去 我们还是去找龙岩香吧 那有什么意思 不止殿下 不如我们去偷黑熊家的石榴 对呀 黑熊家的石榴 肯定现在已经熟患 陆刘姐姐 小青蛙 你怎么来了 我主人去拜访哲言上神 改善桃林花开 他们叫我过来 换你一道去赏花 他们二人每日赏花饮酒 怎么会突然想到 让我去赏花呢 我才不会上当 定是我姑姑与姑父两个人 忙着谈情说爱 想要把我交给小树 和那个老凤凰来训诫几句 我才不会爸爸送上门 让他们训诫 你就告诉他们 我忙着学业 不便钱去好了 走吧 我们去前奥山寻宝 你不能走 你想干吗 我主人要我带你回去 我就得带你回去 小娘 你可别忘了 你是我小树的小小座棋 我可是青秋地基 你等抓到我再说吧 把她给我押住 碰巧 碰巧姐姐 碰巧姐姐 你不能走 你们 我带你回去 碰巧 我 碰巧姐姐 你们家小九真难请啊 这又是为了谁这般精心打造啊 那个小丫头 仗着自己是四海八荒唯一的九尾魂湖 又是我们家唯一的孙女 摸鱼打鸟不在话下 专门闯祸 闯祸就算了 只负责闯 从来不想怎么收尾 胆大包天起来 连私命星君都敢捉弄 要想让她乖乖听话 只能上捆线索了 个性最欢托不过 但喜好呢 却是最规矩不错 居然喜欢东华帝君那个老冰块 小时候年幼无知 谁没有迷恋过几个大英雄啊 长大就好了 知道求而不得的苦 自然就放弃了 疼死我了 都怪这个小警卫 那么拼命住我 干嘛 我本来就不认路 这是到哪儿了呀 这儿的邪风怎么这么奇怪啊 这是琴摇山吗 有人山闯金地山谷 有分头去找 好 我等族人 是啊 世事代代在此 是 是多礼 让你拿去 这里 是我们说了算 就是 就是 我们说了算 有人在说啊 谁的就一分更下 你说什么 你们别动手 别动手 你 小莫君 你又迟到 你可知老子还有众位首领 今日等你多久啊 对不住啊 小燕莫君 在下今日 到处搜寻皮毛 所以来迟了 赤魔俊 这两位是 是赤水族和清水族 为了两河之间的一片山谷 激烈交战 导致两败俱伤 伤亡惨重 说到底 还不是渺络大败之后 我魔族世代被欺压 地界也大不如前 守着这险恶贫瘠的焦土 怎么混得下去啊 小爷魔俊 现在我们元气大伤 魔尊渺落又被封印 神族大胜之事 我们也没办法呀 与其自相残杀 还不如与神族 一个你死我活 对 我们攻入封印之地 救出魔尊 魔尊嗜血好杀 不分敌我 如果贸然将他 给放出来恐怕 管他的 老子可不怕 与其这样窝囊地活着 倒不如就跟神族 大战一场 冲分地盘 那东华又有什么可怕 老子倒想跟他较量一下 小燕魔君魔功盖世 现在在魔族 唯有小燕魔君 可以与东华对抗 不过小燕魔君 如今赤魔君 才是我们魔族之主 还是听赤魔君的安排吧 没有一样吧 嗯 我倒要看看 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 小家伙是你啊 放口见了 放口 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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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去 我就不能进去啊 三万年了 东华 你的结局终究会到来 会按照我的设想 一一成之 那么 他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再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他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你 就想要 他也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对 丙博军 有人擅闯禁地 有人擅闯禁地 紫衣白发 东华定居 走了 东华定居 为何要擅闯我魔族禁地 有一种 本军特来查看 查看 地居可是望望 这里是魔族 自然由我会看管 是他撞向我的 什么 我前来查看 还没落地 谁是他正好在我脚下 如果你心疼 向太臣宫要求赔偿便是 这魔族的人也太颠倒黑白了 明明是那妖少想加害于我 看我怎么收拾他 小金飞 你放下来 凤哲姐姐 我们都被魔族发现 后面拿来威胁秦秋 可是 可是帝君是为了救我 才跟魔族起争执的呀 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凤哲姐姐 你过去只会添乱 帝君天天共主 谁能奈何得了她呀 可是 走吧 帝君 你我两族早已休战 各分地盘互不侵犯 如今帝君随意进出我魔族禁地 究竟是何居心 不打算给个交代吗 我交代 魔君可受得起 魔君 擅闯禁地者是一名女子 女子 帝君 交出擅闯禁地的女子 此事便可一笔勾销 如若不然 就休怪我魔族杀伤九重天 也要讨个说法 没看到 帝君 你真当我魔族怕你不成 是 是 且慢 且慢 续阳魔君 你这是向神族宣战吗 如若神族不擅自越境 那我魔族定当不会 把故当初的约定 但今日 帝君若不交出那女子 就休怪我魔族 不要讨个说法了 你竟然是为了一个女子 想不到你还有如此 烈性的一面 我没有看到任何女子 东华帝君 你怎可如此轻视我族 续阳魔君 此话就错了 东华帝君亲自镇压渺落 用自己的修为 封住了这个四海八荒 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尊 难道魔族就没得到 有什么好处吗 连宋殿下所言极是 帝君是什么身份 当年 杀我族数十万同盟 多少老有孩童啊 区区魔族禁帝 想走便走吧 魔君何须多言 他们欺人太阵 要打便打 杀 杀 不如 帝君许你们一个承诺 答应帮你们做一件事 如何 不过是随便答应帮他们做一件事 有的是方法糊弄他们 今天我许你魔族一诺 只要不杀生害命 违背道理 天上地下说道做道 你要向帝君报恩 九重天相传 帝君英雄救美的事 竟然是真的 此次可是救命之恩呢 我们青秋一定是有恩必报的 所以 要不我作为一个仙儿 在帝君身边伺候他如何 这怎么行 那太荒唐了 那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 那不然司命 你说说 我该如何帮到帝君 或者说 他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以帝君老人家的身份 也确实不需要 谁再为他做什么了 这不就得了 可你是青秋未来的女君 这么做有失身份 这有何难 我只要不让人发现 我是谁就好了嘛 你就帮我办做小线鹅 混进太成宫吧 再说 折烟上山他都答应我了 你看 我又见那凤雨花 都被他引去了 我怎么觉得 你是早就安排妥当 就等着宽武入局了呢 那你到底是帮不帮我吗 就连折烟上山都帮我了 你还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是好朋友 你就别这么逼我 好司命 你就帮帮我吧 你只要让我扮作小线鹅 进入太成宫便好了 如果说 就连你这个掌管人事命运的 司命行君都不帮我 那谁还会帮我这只可怜 弱小又无助的小狐狸 此事非同小可 你让我再想想 司命行君 你也知道 我将来是要做青丘女君的人 如果让我爹爹和娘亲 知道我曾知恩未报的话 我会是什么下场吗 什么下场啊 我会无颜面对我的呼呼嘶嘶 更别说要引领他们 在青丘幸福的生活了 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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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被逐出青丘 四处漂泊 司命行君 你忍心看到我这个样子吗 青丘最小最可爱的地基 变成潜无骨神的小苦苦 司命行君 我再好好查查青丘的绿绿 看看是否还 好 我答应你 那你也答应我 只管报恩 其他的闲事莫要去管啊 谢谢司命行君成全 成功了 我是担心你 一腔热情复诸东流啊 小天下你记住啊 只为报恩 千万千万不要暴露了你青丘地基的身份 放心吧 做小仙鹅就是要懂得忍耐嘛 一切都是为了报恩 我也不求你忍耐 别惹出什么大麻烦 知道了 小九 来了 快去快去 小九人呢 小天下 小九 后面后面后面 一兴奋尾巴就给露出来了 你这太兴奋了 终于报过了 你回来吧跟我走 不行 来都来了我才不回去呢 回去玩意哦 小心点